綜合我們剛剛吃完的感想呢 這家高X滷滷味 其實一開始看到他的環境的時候 我就想說 可以不要吃嗎 Google評論說 他買的時候有一些東西超聲 老闆態度很差 他們態度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普通冷漠 然後東西也沒有超聲 原本的評價是2.7顆星嘛 那我自己給他的是2.4 我應該給他了 2.5吧 不過呢 我覺得很多網友在給評論的時候 還是要斟酌一下你們的那個 如果他不是真的有那麼差 你也不用把他寫到太差了 歡迎回到 iJob 相反之一 那這次輪到新北市的板橋區 看一下這邊究竟有什麼地雷食物 這一集我們有一個來賓 欸 現在馬上開場 立刻開場 Go 很吵 Go 嗨 我是紀元 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在做什麼 喔 我頻道就是 就是分享一些美食相關的主題 OK 好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最愛吃的就是這家鹹豬肉 所以我吃鹹豬肉 什麼鹹豬肉啦 這不是鹹豬肉喔 等一下叫燒肉 燒肉 這筆是燒肉 擦什麼 香港天燒辣店 這家燒辣呢 我是覺得 它整個氛圍算是滿港的 因為你一進去是一堆人在講廣東話 然後那個環境 那個燈光 那個招牌 這邊最推的是什麼 什麼 這邊最推的是什麼 最推薦的 五寶啊 三寶啊 細寶啊 五寶 三寶 那我們來個細寶好了 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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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寶嗎 對 一個 一個細寶 這家呢 很多評論都寫到 就是 老闆娘的服務態度不好 店面的環境衛生不好 不加好 好 我來總結一下 我這個人呢 非常喜歡吃那個 脆皮叉燒 它的脆皮叉燒 真的真的 我覺得又符合到我的口味 它的皮非常非常粗脆 我咬下去有咔滋咔滋的聲音 像在吃多利骨子一樣 我目前印象最深刻的 我就是 油雞 因為就是滿嫩的 然後皮也不錯 它給的評分是2.5顆星 所以我自己呢 我會給它4顆星 我的話我會給到 3.8 因為我覺得網友講得太誇張了 基本上看到它送上來 我就知道是台式拉麵 那對於我們這種玩拉麵的 基本上就直接給它一個叉叉了 它鹹 但是它不濃 我覺得一定不是不濃 是很暗 很暗 對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 它的價錢120分是便宜 就是以拉麵來說 你一個假抽吧 然後想要吃到一個拉麵 吃爽就好的概念的話 你會覺得這家超讚 這家拉麵 Google上面本來的評分是3分 然後我呢也是給一樣分數3分 對 就是裝潢的還不錯 我沒辦法去做評斷 那台式拉麵就交給 台式拉麵還好者去評吧 那我只給兩顆星 綜合我們剛剛吃完的感想呢 這家高X滷滷味 其實一開始看到它的環境的時候 我就想說 可以不要吃嗎 因為它真的是在一個 認真的大馬里 然後在一個超危險的路上 都一直車來車往 然後會有一些廢棄 所以如果你比較 注重食品衛生的人的話 比較不建議你來這家店用餐 Google評論說 它買的時候有些東西超生 老闆態度很差 等餐的時間很久 湯頭很鮮 拉麵態度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普通冷漠 然後東西也沒有炒身 我自己反而覺得湯頭太淡了 就是它的那個滷汁就很淡 因為我們加小辣 然後吃起來反而沒什麼味道 就是只有醬油味沒有層次 它沒有靈活 但是它滿便宜的 就是我們買的那些東西 一包75塊 原本的評價是2.7顆星嘛 那我自己給它的是2.4 我應該給它2.5吧 不過呢 我覺得很多網友在給評論的時候 還是要斟酌一下你們的那個 如果它不是真的有那麼差 你也不用把它寫到太差了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其實沒有像你們講那麼 可能每個人吃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隨便你們 最後一家 我們先說它的湯好了 很多評論都說 它沒有味噌的味道 清淡或是能喝 但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它的那個蛋花真的是滑順好吃的那種 然後拱丸也是鬆Q鬆Q 然後呢 麵體我真的口感不太喜歡 它的麵感覺外面包了一層塑膠膜 是什麼形容啊 那它的分數呢 2.9啊 我覺得 它其實是 價格不算非常貴 但我絕對不會買那個糖心蛋 不是現煮我就不想要買它 所以我大概給它3.7 我的話會給它3.5